大家好,欢迎来到四郎的频道 今天四郎将带您探索一个令人震惊的气候现象 亚洲春季气温的疯狂飙升 据最新报道 今年春季,亚洲部分地区的气温竟然达到了50.2摄氏度 刷新了历史记录 这是一个极端的气温水平 给当地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带来了严重影响 在本视频中,我们将揭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 其对地球的挑战以及全球变暖的关键问题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亚洲春季气温的惊人真相 地球气候在发生大转变 2023年至2025年会更热 的确,这热似乎都成为趋势 对于2023年来说 如果排除气候的大波动化 我们地球可能会再次经历一波不同寻常的气候转变 因为关于尔尼诺的变化动向再次出现了 甚至可以说这还是属于北半球的春季时段 我们已经看到了超乎异常的气候现象 尔尼诺现象是指吃到太平洋地区海洋温度异常升高的现象 它通常会对全球气候产生重大影响 尔尔尼诺事件的发生与南方滔洞 Segurn Oscillation密切相关 两者合称为尔尼诺南方滔洞 安搜 尔尼诺事件通常会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异常变化 包括影响降雨模式 风向和海洋环流 具体的影响因地区而异 但尔尔尼诺事件通常与干旱、洪水、飓风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有关 尽管尔尼诺事件的发生是正常的气候现象 但它可能在某些年份或季节中表现出特别强烈或异常的影响 这可能解释了你提到的异常气候现象在北半球春季时段的出现 那对气候带来如何的转变 会不会热到离谱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情况 我们就从已出现的气候转变来看看 亚洲热到离谱 春季已达50.2度 得去 从半球的角度来讲 北半球亚洲已经热到离谱的状态了 居然在春季的气温都如此高 根据外媒表述 在今年2月、3月的时候 印度已经出现了48个气象站记录的温度超过42摄氏度 并且部分地区已经超过了44度 同时在南亚部分国家也是如此 达卡出现了58年来同期最高气温 导致当地路面融化 然而 到了4月 这一波高温 在亚洲的部分国家 依然没有停止 在30摄氏度到40摄氏度之间的气温 已经成为了常态化 4月 泰国出现的45.4摄氏度高温 打破了2016年 同期该国的高温记录 首都曼谷曼纳区高温指数 综合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的指数 一度飙升到50.2摄氏度 看到没 春季度达到了50.2度 这真的是太强了 而且 不仅是北半球 南半球本身是属于秋冬季节的状态 结果也是热到离谱 澳大利亚 南非等国家也出现了30度到40度的高温袭击 所以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地球的季节性错乱一样 热已经成为了常态化 春季本身是属于暖和的气候模式 结果还热出了新高度 这是非常离谱的 当然 我们也不用过度夸张 但是这样的气候变化的确是令人担忧的 至少可以看到春季时段 亚洲的气候是不同寻常 而且 在全球变暖的角度之下来看 我们人类改变地球的气候已经成为了恶化趋势 IPCC也发布了新报告指出 气候变暖的每一次增量 都会加剧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 包括更极端的热浪 202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 到2100年 全球极端热浪的发生频率将增加3到10倍 未来的地球可能真的会把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气候 真的是转变为夏冬两种的气候模式 所以 亚洲春季限50.2度高温 的确让人已经看不懂了 难以想象 今年我国也同为爱州地区的国家 又会热出什么状态 因为我们说的厄尔尼诺现象真的要来了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新的评估报告显示 异常顽固的拉尼纳现象持续三年后现已结束 虽然热的太平洋还处于厄尔尼诺南方滔动现象 安搜中性状态 既不是厄尔尼诺现象 也不是拉尼纳现象 但是 厄尔尼诺现象的转向已经非常明显了 这份报告显示 今年5月至7月 从安搜中性状态过渡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可能性为60% 这一可能性在6月至8月将增加到约70% 7月至9月将增加到约80% NOA也发布了厄尔尼诺预警 那就是在夏季就基本发展出来了 这说明什么 它出现基本上成为了定局 同时 厄尔尼诺现象的出现 很可能导致全球变暖的新高峰 并增加打破气温记录的可能性 所以 一波罕见的高温正滚滚袭来 厄尔尼诺或将带来全球变暖新高峰 引发极端性的高温出现 带动全球的平均气温 这就是为什么说2023年 全球可能创下新高 甚至2024年还可能是时尚最热的一年 这个需要准备了 同时 在这样的气候转变之下 还有更多的连锁效应出现 高温之下 警惕粮食减产 停电 的确 这都是具有相应的连锁效应 在高温之下 降雨变少也是具有可能性的 那么对粮食 停电必然也会带来相应的关系 对农业生产和能源供给构成的巨大挑战也呈现过 在去年的时候 印度出现连续极端高温天气 令农业产量显著下降 用电量比往年高出约10% 导致印度多地出现大规模停电 印度旁哲普邦和北方邦西部媒体的报道称 今年再次遭到的热浪已经影响到小麦等作物的生长 预计可能减产20% 太阳又发生新一轮变化了 居然出现了一个巨大黑洞 并且可以直接将我们地球吞噬掉 按照美国宇航局NASA公布指出 是我们地球大小的20倍 也就是直接吞下20个地球都没问题 一个比地球大20倍的大洞撕裂了太阳 成为一周内出现的第二个大洞 这个巨大的日缅洞正以每小时180万英里 289万6819.2公里的速度向地球释放太阳风 科学家们正在密切关注这一情况 以了解太阳风是否会影响到地球的磁场 卫星和技术 所以这一突变引发了很多人对太阳的担忧 同时这样的变化之下 太阳出现了强烈的喷射物 甚至有可能带来对太空以及地球的影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太阳寿命终点真的要到了吗 这就像是太阳出现了撕裂情况一样 下面我们就来一步一步的看看 太阳出现巨大黑洞 真的是寿命要到了 没错 其实长时间大家对太阳的变化过程都非常在意 因为太阳可能关系到我们地球的命运 而这一次太阳又发生了一次大转变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让很多人担心是不是太阳的寿命要到了 那是到了吗 是太阳的死亡迹象吗 没错 从对太阳的科学研究来看 太阳是一颗黄爱星 并寿命大约为一百亿年 但是 它这一百亿年的寿命 才过了一半左右的时间 所以 这种现象必然不是我们说的太阳要崩塌了 寿命终点要到了 那是什么原因引发这种现象呢 其实 这是太阳的一种活动变化过程 太阳出现一个巨大黑洞 是来自日缅洞现象 由于它的密度比周围的物质低 温度也更低 从图片上看 就像是较为暗沉的斑点 看起来太阳的表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其实 这种现象出现 也是太阳活动周期之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现象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地球是处于第25个周期活动之中 2023年 还是它往极大值时期发展 太阳活动强度会进一步提升 而太阳越是活跃 越是出现这种日缅洞现象 它不仅出现 还会释放出大量的喷射物 从而带来影响 当然 如果大家看到我们之前说过 太阳活跃周期 出现太阳风暴等现象 就可以理解这个太阳黑洞的问题了 只不过 它的强度不一样 所以产生的黑洞现象 大小也不一样 而这一次出现这么强烈的活动现象 也说明了太阳活动在不断升级 按照趋势 预计在2025年左右达到巅峰 然后再往极小值发展 过后再次进入新一轮的活动周期 整个太阳活动周期时段 大约在11年左右 这就是一个变化过程 当然 这里有个小插曲 曾有一份报告说 我们地球在2030年 进入到地球小冰河时期 恰好这个时段 就是我们太阳在极小值时期 也就是太阳活动最弱的时段 当到了时段之后 太阳就会处于较弱的状态 会不会真的出现小冰河呢 这里我们也再次说明一下 那就是这两者关系 其实并没有直接性的证据 所以不要想这个事情了 太阳虽然对地球具有一定的气候影响 活动变化是存在的 但是对于整个地球气候来说 还是看地球本身的气候系统为主 回到太阳出现巨大黑洞的问题上 的确 在太阳出现可吞噬20个地球的巨大黑洞之后 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喷射物 可能带来一定的风险 那会带来什么危险呢 我们就来解答一下 喷射物289万公里越时冲向地球 或损坏卫星 的确 按照美国宇航局 NRS的监测情况来看 在太阳出现巨大的黑洞之后 它也释放出了太阳喷射物 以180万英里每小时 约合289万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向地球方向倾泻出太阳风 这喷射物抵达地球之后 最为明显的就是与大气层 和我们太空之中的卫星影响明显 当太阳风与大气层发生相互作用的时候 就可能产生极光 越强使极光变得更加亮眼 这就是我们最为直观可以看到的影响 如此之外 那最大的影响也就是在太阳活动之下 引发的地磁暴现象 强烈的地磁暴汇对卫星 基础设施和无线电信号造成严重破坏 基础设施主要是呈现在电网上 在历史上也出现过 例如1989年 一次太阳风暴引发了地球一系列的效应 最终极大地伤害了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电网 导致该地区出现大范围的断电事故 受直接影响的居民人数达到600万人 停电时长达到9个小时 造成了高达数千万美元的经济损失 其次就是卫星的一个影响 2022年 CSX就因地磁暴损失了40颗星链卫星 所以 太阳的活动对地球的影响是存在的 可能带来卫星的损坏 并且对已经运行的卫星也是如此 如果太过强烈的话 必然关闭卫星的运行功能 这样来避免带来影响 不然 损坏之后 就会带来连锁效应 这可能也是我们现代社会 依靠卫星的信息化时代弊端 一旦损坏了卫星的话 将可能处于瘫痪的问题 所以 未来其实针对卫星的建设 还是需要把这方面考虑进去 一旦卫星出现了故障 那信息化时代真的就可能瘫痪了 卫星的支撑太重要了 这就是大概的情况 这一次太阳出现巨大黑洞 算是太阳活动周期之中的正常变化 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也不是太阳的寿命终点要到了 同时 在太阳的强烈活动之下 巨大黑洞释放出了大量的喷射物 这是对我们地球表面 甚至地球上空的航天器会带来影响 特别是卫星 的却可能带来损失 当然 这里可能很多人也会想到 会不会影响我国空间站 在本视频中 我们深入了解了亚洲春季 气温破纪录的情况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气候现象 极端气温的出现提醒我们 全球变暖所带来的挑战 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应对 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请继续关注四郎的频道 了解更多有关气候变化 和环境问题的重要信息 感谢大家的观看 四郎来了 说出你的故事 每天都有新的知识 等着您去发现 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 订阅关注我 从此您将不再孤单 我将陪伴您走过每一个日日夜夜 加油陌生人 加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